文章来源 德国之声 文章来源 德国之声 文章来源 德国之声 香港受到前所未见的打压 红线无处不在 犯政治化的操作 无日无知的拘捕 连建制派议员都接连抱怨可否复长比一切都国安为先 可惜换来却是特首的驳斥 甚至上纲上线为别有用心的软对抗 为何建制派议员都要出声 因为他们知道 以国安为先的纲领 只会令香港走下坡 不可能吸引到外资重临 经济不会有起色 但可惜 上至北京 下至香港 都异口同声地唱好完善管制 游至极星 香港复长 这是北京的政治底线 也是香港特首要遵守的口径 于是 官民之间出现巨大鸿沟 民间明明知道 没有什么复长 也没有什么油质吉兴 官方打肿脸冲胖子 一口咬定 香港更美好 在民间反对力量被完全铲除的情况下 有什么办法可以对抗官方的谎言口径 就是为一切香港社会失败的信号而欢呼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遗址 恒指跌到1997年的水平 香港市民固然有哭骨丧的 但更大部分是冷嘲热讽股市二次回归 生意好啊 特首李家超面对一所快结业的店铺时说的一句话 被香港网民嘲笑至今 特首搞得香港夜缤纷结果沦为妙街卖唱 嗷到步行无腹昔日荣光 香港人索性把夜缤纷变为一句嘲笑讽刺的潮语 内地人嘲笑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遗址 结果香港人乐于接受和引用 这次曼西来港的冷带和去日本的热情 其实都是同一个性质 香港不可能复偿 香港在国安法为先的情况下 在香港完善管制下 只是由一伙忠诚废物领导 是不可能成功的 油质吉星根本就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这就是香港人很想讲 但无法讲出口的一句真心话 国安法下的香港变成了死城 特首说的油质吉星是大话 所以当香港人看到这些失败的信号 为何会幸灾乐祸 就是因为大巴掌大巴掌地向政权打脸 就是因为无情地揭穿了政权的谎言 03年 黄马来香港投入献计 2024年 麦西来港不肯出赛 因为今非昔比 香港沦落了成国际金融中心遗址 麦西在香港不发言 去到日本神情轻松 也会被解读为在香港这种高压环境当然不开心 去到自由的日本当然便有笑容 也是香港人对自身政治环境的一种折射 还有一点 香港这些搞体育的官员和部门 在过去两年经常用政治问题刁难香港本地的运动员 外国主办机构波挫月荣光作为国歌 结果 严雷本地比赛的运动员受罚 穿黑衫上阵的运动员也会被人质疑 和黑豹有关 凡此种种 都令香港人恨之入骨 所以 看到这些官员被麦西冷戴 心里不知有多么痛快 香港人并非病态的恨国党 看不得香港变好 只是香港人不想让香港政府继续睁眼说瞎话 不想让这些烟花门面公关功夫粉饰太平 为国安法和即将到来的23条 所带来的恐怖感洗白 香港人不想装作一切如常 这是2019年香港人的理念 你要毁掉香港 你自己也会被毁掉 当这些毁掉的信号一个一个的出现 也证明香港人当日的想法是对的 而且不要忘记 今天毁掉香港的人 不再是什么街头运动 而是掌权者自己 这些毁掉香港人不想装作一切 这些毁掉香港人不想装作一切 这些毁掉香港人不想装作一切